好听众朋友 欢迎你继续回到 口口早餐节目 又到了我们礼拜二 精彩的 《献哥公代艺》 《献哥的代管连艺》 这本书是 清凉音出版社所出版的 如果您喜欢的话 可以跟出版社联系 还有《有声书》 听《献哥公代艺》 不只是讲谚语 而且还讲一些人生道理 当然还有很精彩的笑话 口口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三 大家好 今天应该精神真好 因为春天快到了 好今天呢 我们要讲什么 因为春天来了 对 我们今天要来说 拾拾了 陆骨土甲 同样的淡 就是我们看的 朦朦细雨 但是它只要下酒了 它可能下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下酒了以后 地上还是会吃的 就是铁楚磨成绣花针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 也是相关了 滴水穿石 对可以可以这样讲 哇好可爱哦 那这句话 因为过期来说 我们老周先 有对年轻人 我们的后一背 有一些欺识 有一些勉勒的位 一般我们看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一句话说 我们的老周先 我们的老周先 像我们人性的弱点 真早就看得很清楚 都有很多在关键时刻 你就可以拿出来 跟你的笑背 跟你的儿子 跟你的孙 大家来分享 所以你不要嫌这个东西少 这个赚的钱少 你也不要嫌这个 这些收获利润薄 他就是积少就变成很多了 其实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那是年纪在40岁以上 我相信你大家知道 我们过去台湾是一个農業的社会 每一个村头 一定有一间店 那间店就是在买米 因为大家都要吃饭 买米米最难财 一刀米贪不三块 米最难财 因为以前的米的价格是 粮食级公告的 不准涨价的 还有卖什么最难赚 买粉和买酒最难财 米酒头一罐米酒十二块 以前财一块 一包长寿烟十块 财几格财八格 最难财 但是什么最好财 买冰最好财 对吗 我们说第一生 第二买冰 第三买冰 这都最好财 但是你有看到买冰的财 财到几个亿万几个千万 没有 在过去都没有 那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因为好财没有交文 你好财你只有一个夏天 可以买冰 冰天你就没有好财了 冰米最难财 买糖最难财 买盐最难财 买粉买酒最难财 我们知道买冰清先生 他的混沌的过程 他的大母是我的乙婆 哦对 我听你讲过 刚刚去世的郭月兰女士 是是是 哇财 你就知道说 我们过期的農業社会 他的社会形态 所以现在我们的祖先 会把我们的事实 会把我们的效果 会用这句的说 湿湿的好 陆骨 骨骨 同样的骨骨 另外也有这句 软头 骨骨 也会叮 哦 虽然这样弄餐 还是那软头 你如果骨骨一天没叮 两天没叮 三天没叮 四天也会叮 这个意思是什么 软头骨骨也会叮 有一些比较软弱的男人 你不能给他缺乎 你不能缺乎软头 对吧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嘛 看到软头就沉滚 但是软头 你如果经过锻炼一次两次三次 他也会变硬啊 就你任何软弱的男孩子 你去当个兵两年回来 他也会变成坚强的男子 软头骨骨也会叮 对 意思就是这样 对 常常锤炼啦 对 就需要锤炼 有的就被打死了咧 不一定 打死 他的命中不错啦 但是这个的意思是说 人生不管你做理財也好 还是你说做事也好 你要有耐心啦 对啊 刚刚刚刚讲的 铁竹磨成羞花针 对啊 滴水穿石 其实他同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你叮叮好 露骨 头骨 头骨也会叹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 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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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毛细 毛毛细细 铁竹 如果歌牌需要四季 尿肉 毛毛细细 bad an answers将两季 宿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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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交同一半 bins ioni 即使是细细细 细细 捂久了也会有这个 这个 哩 Hearing 我想大家有个经验吧 有时候那个春雨细细 那你没有穿着羽衣 你出去走一个小时以后 你身上还是会湿的 特别是你开车最明显了 如果那个细细的雨打在你的车窗上 你如果不去用这个雨刷的话 慢慢慢慢它就累积出了一片迷茫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以前农家有一个农家乐 细清雷经之后 河风洞土 更富人催人早坐 东雨南浦 夜月河池春慧泉 纯兴赤毒三尘雾 寿武惊 惊起是荒鸡 田家乐 哇他就是信手拈来 对 没关系头的容量看起来比较大 大头大头下语不从 所以你里面的这个容量比较大 多少鸡的 对对对 当然其实我比较喜欢读一些古代的人的诗 所以有时候有自己在做梦说 如果我在以前古代的时候 我一定是一个读书人 你就是个员外 没有没有没有 不一定是员外 但是至少就是一个读书人 我们上个礼拜讲那个也非常好啊 做恶做独 其实那台湾人因为很讨厌做官的 所以那时候那句话其实在暗示那些做官的 调拜 对调拜 所以以前有一个 一诗官高诗骨三诗做瓜糊 一诗官 他如果做坏事的话 他会九辈子当牛 而这九辈子里面有三辈子 他会寡乎 就很早就把就丈夫死掉了 阿姿死掉了 所以我们过去说一诗做官三诗转 一诗做官三诗先没好事 对都没做好事啊 所以一诗官高诗骨三诗做瓜糊 三年官两年末 高官三高贵四高七头吃辽味 所以其实台湾话有很多都非常的漂亮 所以它是历史经验显示 你做了高官其实就是社会的资源嘛 人民的纳税钱啊 以前都是去拿骨子粮啊 粮食啊 明子明高的 而且巧取好多 对如果你还不知回报的话 即使你知道回报恐怕也都是应该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是一个商业的社会 那不管你今天在哪边发大财 你都要把部分的钱财做布施出来 对 因为反正你也带不走 那钱我们家里要比赞一 我们人如果现在社会啦 你如果有一间房子 差不多三千万就够用了 超贵 那一个零 多一个零 多两个零 多三个零 都是多的 你就只有一个屁股睡一个车 睡一张床嘛 一个屁股看一辆车 对 对啊 这个 所以做人还是要知足 然后呢 也要有恒心耐心 然后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 对 所以才跟大家讲说 嗯 你刚刚讲的以前我们有讲过的千处万辖一丁层 一丁层对 千家万轻三丁层对 所以人生不过如此啊 对不对 这个 好啦最近大家在讲什么年金改革啊 什么什么那些的 其实钱这个东西啊 这个可以跟人生分割的 对对对对 有的人赚钱是 你说像那个王永庆先生 刚才我们讲 他从那个卖米的一个 米一个很缺的米桑 变成一个大富豪 是 可是他这一生其实没有多享受呢 对 他连专机都没有 对他完全没有享受到 嗯 所以他妈妈就 常常跟我们我爸爸讲 他说啊 我乖的时候很难命啊 嗯 早早就起来四点晚就起来 买米的时尊吗 他早上起来运动嘛 对对对 他妈妈 我老太太很长瘦 最喜欢吃的就是一碗乳肉面 乳肉饭 哦 所以三娘 三娘为了 因为王永庆先生 他喜欢吃乳肉饭 他还去五星级饭店 学做乳肉饭给他吃 哦是哦 对 其实以前新加坡 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园外 嗯 那有一天他就去李头发 那李头发的那个李老师 就看到那个园外说 哇 我看你穿这样 你好爱人哦 他说 哼 你不知道我好爱 他说 我看你也够我三千块而已 你说什么 那一个梯头发的 你说什么你是罵人罵 我够你三千块 我新加坡最好爱的 嗯 他说 啊不然我请教你 我们这位乳医生 我们新加坡的关注最多多少 我最多四千啊 啊上乡呢 上乡呢 上乡一千啊 对啊 死后你抵四千我抵一千的 啊你不是给我三千而已 所以你从这样就可以体悟到 钱太多是没有用的 对 所以我们也听说 新加坡过去有一个很好的人 嗯 也有人说凯撒啦 嗯 说他死的时候 棺材两边挖了两个洞 嗯 两只手伸到外面 给人家看 啊 看 我来空空 去也空空 嗯 对 我没有带走任何的 一份 嗯 我们看 可以看到的钱财 对 所以其实在人生的追求 不管你的物欲的追求 嗯 精神层面的追求 对钱财的追求 都是适可而止 嗯 所以我们古早人 就要来勉勒 不然因为说22k 不好 也不然贪宫 25k 贪不好 慢慢贪 慢慢准 我真的有 说到一个台中 一个那个 我们的那个 盲包 嗯 他在帮人家按摩 嗯 他那时候按摩的时候 一个月赚18000 刚开始的时候 嗯 他能够存下15000块 啊 他每个月只有花3000块 真的哦 真的 然后存存存 存了六年以后 他就买了一栋房子 嗯 他现在每个月 他在帮人家按摩 嗯 他可以赚到6万块 嗯 他可以存到5万块 我的天呐 所以其实你看 这是你熟悉的朋友哦 嗯 上次那个我们 杂志讲 然后我在其他节目里面 OK 有把他的故事讲出来 是 这是一个真人 真事 嗯 那个人现在还在台中 嗯 他也因为他是本身盲包 他是后来在在忙的 他不是天生盲包 嗯 所以他他认识字 他也可以做股票 嗯 他也做投资 嗯 他姐姐为了他没有 没有结婚 嗯 然后每天从杀戮 嗯 就两三天到台中来 帮他做饭啊 帮他清理房间啊 他还为了这样 买了一个中古车 给他姐姐开 嗯 嗯 对 所以 所以人就是 都是靠自己吗 他完全靠自己 所以他现在也有家常 也有房财 也有这个安逸的生活 他未来三年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他要娶一个媳妇 然后他要生一个小孩 嗯 那他人长得非常的英俊 嗯 非常的英俊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 有不一样的人生的目标 对 在你人生的过程里面 难免会跌跌撞撞 嗯 难免会不如意 就我们的张忠某先生讲的 有一次张忠某他的朋友 make it true 那张忠某的那个毛笔字 写的还不错 嗯 他说 诶 那个张董啊 那你能不能送我几个字 嗯 张忠某一下之间 他就想说 那我要写什么字 想不到嘛 所以他就写什么 写说 只想一二 哈哈哈哈 因为人生不如意的十有八九 所以你要常常去想那个一二 如意的事情 对 诶 有一次张忠某先生 因为台积电的事情 有闹得不愉快 嗯 那那一年刚好是金融海啸 哦 那新的接班人蔡立昌先生 他就把部分的员工吃掉 然后就去包围张忠某先生的家嘛 然后包围那个家的时候 当然他就觉得 他一辈子的一世英明 好像沾染到了污点 嗯 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气 就打电话给那个朋友 你跟我这样怎么怎么 你跟我 我现在只能用你的字 来安慰你 现在你的字还挂在我的那个客厅上 对不对 你希望你常常去想一二 不要去想那不如意的八九 诶 这是有效的 嗯 所以有时候人用比较乐观 积极的面向 去面对人生 我觉得这才是对的 所以不管你昨天 你可能受到老板的气 你前天 跟你太太吵架 大前天 你的部署对你不礼貌 今天听完可可早餐以后 都把它忘掉吧 只想一二 对 只想好的一二 因为人生不如意十四八九 不如意是是正常的 是 我们最后一句再重来一次 好 濕ál 老骨头咖 他同樣會淡 落骨頭腳同樣會淡 就是告訴大家 淡不是淡 淡不然淡 會淡 日積月累的 你的奮鬥就可以成功的啦 巨殺可以成塔嘛 千萬不要太投機 想要馬上就來個暴風雨 人類夢想好偉大 我希望大家每天都做個夢 花五分鐘的時間 好好的去營造你的夢想 好的下個禮拜二我們還有什麼樣的美麗的 而且有深刻意涵的台灣諺語 提供給大家 請你不要忘記了 每個禮拜二七點半這個單元 謝謝 謝謝 再見 拜拜